春雨连绵,兮兮丽丽 远客身披缩衣,头戴斗笠,背负长刀 在烟雨之中踏入小镇无人的街 说是无人,倒也不对 长街一片冷寂 街角有位老乞丐,缩在屋檐下避雨 屋檐挡不住春雨飘洒 乞丐身上盖着的薄被已经眼见湿漉漉的一片 整个人缩了又缩,看上去十分可怜 连客走到他身边,叹了口气,低头丢下几枚铜板 谢谢,谢谢,老乞丐颤抖着枯瘦的老手,颤巍巍地去接 就在接到铜板的刹那间,老乞丐袖子里骤然弹出一柄万刃 直刺连客小腹,江湖烟雨,处处杀鸡 然而就在万刃出现的同时,连客手中铜板一旦 崩的一声,插进了老乞丐的额头 万刃失去力量,被连客轻巧地擒住手腕 在看那老乞丐时,眉心一个血洞,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你也急了,脸上的污泥是临时抹的,不是长久没洗脸形成的 细心点还是能看出来的,来客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春雨依然在下,冲刷着流淌出来的血迹,长街依旧冷静 没有人知道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 长街尽头似有酒旗飘扬,雨打灯笼,枝亚摇晃 客人立于门外,便听工筹交错,喧闹生生 许多酒客在里面避雨饮酒,好不热闹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江湖上出了个狠人 江湖上狠人多了,指的哪个? 嗨,不用说也是指的那个乾隆九十一,赵长河呀 这些天还有谁比他风头更盛的? 客人抽了抽嘴角 这次判了?不是,有判词了 但这排名怎么就跟老子过不去呢? 不是二百五,就是九十一赵先生 这谁写的破书?到底要我判几年啊? 不过,听人在谈自己,这感觉甚爽 照常和推门而入,掌柜的,有位置吧 来个大侠套餐,哦,打二角酒,一盘熟牛肉 对了,再打两斤酒,装葫芦里打包 好嘞,客观稍作 交谈中的酒客们看了一眼 一个年轻汉子,胡须刮得干干净净 很是英伟 一脸阳光清爽的笑容 脸上有个刀疤 不但没有破坏形象 反而显得有些酷炫 此时被雨淋得有些狼狈 在那跳脚抖搂着缩衣的样子 看上去挺活泼的一小伙子 众人看了一眼也没细看,继续谈论 说起来,这个照常和真的是狠人啊 混洛家庄就杀洛家少主 混血神教就杀血神教分舵主 天生反骨 某种胚子啊 照常和 以为你们谈的是老子三重杀四重的鹦鹉战技 乱世书难得给面子 用的力斩,你们看不见吗 还给了叛辞长和落九天,你们看不见吗 都在谈个啥呢 是啊,这种人不是狠人,还有什么狠人 如今通缉令挂着 正道不容,又叛离魔教 魔教追杀令,也满天下发 这人还能活几天啊 还是魔教大方典 赏金居然有黄金千两 朝廷那是什么呀 一百两银子的赏格 几个月没动过 根本不重视 我昨天去城里 那城门贴的通缉令都被羽壶没了 也没人补一张 我想看看照常和长啥样都找不到了 这么说来 其实也没那么寸步难行吧 也就是魔教的追杀比较难熬 官府与正道那边不甚重视 哪有那么简单哦 魔教赏格这么高 为了钱来的都不知多少 各种杀手 赏金猎人 江湖上啥时候少过 我听人说听雪楼都有人想出手了 刺客第一楼 是啊 那他自求多福吧 可千万别漏了行踪 你怎么有点关心他似的 嗨 你们没听说吗 这傻鸟暗恋月红灵 当山寨主那会儿 连鸭寨夫人都找长得和月红灵相似的 结果可怜巴巴 连这个假货都丢了他跑了 有没有感觉忽然接地气 可亲起来了 你是不是有病 这叫可亲 这叫跟我抢老婆的 就算不为赏格 他敢在爷爷面前出现 也一刀剁了他小头 可得了吧你 你比他还能做梦 众人一阵哄笑 还真别说 乾隆榜上这么糗的 好像也就他一个 其他哪个不是格调高远 渴望不可及的那种 是急 他在面前我多半要请他喝一杯 问问被鸭战夫人甩了的感觉 是啥样的哈哈哈哈 这人可别死太早啊 我还想看乐子呢 啥时候月红灵 见到他哈哈 九四里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照常和脑门上青筋抽搐 真是谢谢你们的关心了 我的鹦鹉战绩呢 我的力斩呢 我的盼瓷呢 我好不容易装了个逼呢 你们就不能抓一抓重点 谈点正事 对了刚才哪个骂我傻鸟 一下没注意 小二端了韭菜过来 笑道 客人你这酒葫芦 有点旧了呀 本店也有酒囊出售的 牛皮的要不要换一个 赵常和看了眼就葫芦 微微一笑 没搭理这话 口中不着调地问 哎 杀牛不犯法 小二虚了一声 我们这是老死的牛 官府抱过背的 可别瞎说 老死的 赵常和夹起一片牛肉 笑容更加玩味 可我怎么觉得 是毒死的呢 小二神色呼变 手中骤然出现一把匕首 还没插出去呢 赵常和手中筷子 已经重重插在他手掌上 定在了桌面 小二惊天动地的惨叫 吓得整个九四鸦雀无声 人人骇然望向这里 不知所措 不愧黑道出身 各种门道门清 掌柜慢慢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 摇头叹息 也不愧乾隆九十一 好快的手 人们憋在那里半天不敢作声 乾隆九十一 不就是刚才大家谈论的主角 谈论人家半天 人家就坐边上厅呢 刚才骂傻鸟的那位 早就偷偷跑了 说一刀砍了赵常和小头的那位 捂着装部一溜烟没了影子 之前还觉得这是挺活泼一小伙子 这会儿配着筷子把小二手掌定在桌面 小二的惨叫声中 活脱脱的恐怖魔头 赵常和一手抓着筷子没放 悠悠道 其实我一点都不懂你们这种江湖门道 只不过刚才在外面遇上刺杀 多了个心眼 瞎诈呼了这位小二哥一句 想不到还真诈出来了 小二疼得满头是汗 救救我 刷 刀光闪过 掌柜的一刀 劈断了小二的手 废物 小二滚倒在一边抱着断臂哀嚎 看着掌柜的目光 也不知道是感谢还是憎恨 听雪楼 赵常和淡淡道 有点狠辣 比不上赵先生刀劈上司的反骨 掌柜胆胆一摆 正色道 听雪楼鱼追风 请赵先生指 装逼架势都还没摆完呢 一柄钢刀 已经劈头盖脸地劈了过来 一搞暗杀的刺客 还在这玩君子武德犯 当老子傻逼呢 四 掌柜的哪想得到 这刚才还做着谈笑 好像很淡定的家伙 会忽然不讲武德的暴起发难 更想不到 他的刀居然这么快 手都没剑动 刀光已临身 他猝不及防地急闪 一摆下面的毒针都掉了一地 果然胆胆一脚的装逼范儿 就没好事 赵长河还是很灵醒的 君子武德 从来不适合这些人玩的 那掌柜失了先机 左之右桌地闪避着赵长河 一浪接一浪的刀光 气急败坏地喊 赵长河 你正魔通击 天下已无容身之地 如今还要再把我听雪楼 得罪死吗 不如接个善缘 留个后 赵长河二话不说地追上一刀 直接砍断了掌柜的脖子 屁话真多 掌柜话都没说完呢 不可置信地栽倒在地 小二抱着断臂 惊恐地向后缩 赵长河长刀咬指 冷笑道 赵长河刀出北盲 欲示天下 若这天下英豪 各个相儿等这种鼠辈 那可真让老子失望 也是 花枪 这辑 凯非 完了 日刀 我儉认 mirror 你 记帖